各位同学,大家好。乙肝是乙型肝炎的解称,它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所导致的一种急性或者是慢性的肝炎,具有传染性。 我们国家是慢性乙型肝炎的大国,不少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者在就业、恋爱等各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歧视,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心理压健康的状态。 其实,不少的携带者或者是经过正规治疗的乙肝患者,他们体内的病毒含量已经是非常低了,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学习。 乙肝俩对半的检测是临床上常用于辅助诊断乙型肝炎的血清学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病毒感染的状况。 我们图片当中现在展示的就是一个乙肝俩对半的检查结果。 受解者存在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吗? 等同学们学习了今天的内容,就能明白了。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需要知道乙肝俩对半检测当中,这些抗原抗体都是什么? 这是乙型肝炎病毒的一个结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乙型肝炎病毒啊,它是一个橙球形的病毒,直径大概是42个纳米。 在它核心的最里边是双列DNA和DNA聚合酶,那么它的外面呢,是内一壳,内一壳有乙型肝炎病毒的核心抗原,也就是Hepithitis B Coatigen,Hbcag所组成。 最外面的是病毒的包膜或者是外一壳,有乙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也就是Hepithitis B Coatigen,Hbcag所组成。 另外,还有一种乙肝的抗原叫做E抗原,Hepithitis E Coatigen,Hbcag,它在病毒复制过程中合成以后,被分泌到了血液循环中。 这就是乙型肝炎的三大抗原,因为核心抗原啊,是被表面抗原所包备,所以在血清中是检测不到的。 所以,两对半检查的对象就是两个抗原,表面抗原,E抗原,三个抗体,抗HbS,抗HbE和抗HbC。 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表面组,E组和核心组。 表面组主要是告诉人们,有没有发生病毒感染。 表面抗原,大量存在于感染者的血液中,是机体感染HbV以后最先出现的血清血指标。 阳性鉴于急性肝炎、慢性肝炎或者是无症状的携带者。 它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以后的最重要标志。 而抗HbS是HbV的特异性中和抗体,可以鉴于乙型肝炎的恢复期,既往感染者或者是接种了疫苗的人群。 它表示,机体对乙型肝炎有免一利。 一组、乙抗原的消长和病毒颗粒以及病毒的DNA聚合酶的消长基本一致。 它的阳性提示乙乙型肝炎病毒在体内呈活跃的复制增殖状态,所以有着比较强的传染性。 而抗HbE阳性表示,机体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 HbV复制能力在逐渐的减弱,传染性降低。 所以,它们能够告诉人们,在乙型肝炎病毒的过程当中,病毒是否在复制。 而抗HbE阳性产生早、低度高、持续时间比较长。 几乎所有急性期病例均可解除。 抗HbE阳性提示乙型肝炎病毒处于复制的状态,有强大传染性。 抗HbE阳性产生早、低度高、持续时间比较长。 它是感染过乙型肝炎病毒的标志。 核心组只有抗体,且不是保护性抗体。 它说明病毒存在过或者是正在存在 那么这个检查结果只有表面抗体呈阳性 说明什么呢 对了 表面抗体是一种保护性抗体 它呀说明受解者对于乙型肝炎病毒具有免疫力 可能是既往感染过乙肝 或者曾经接种过乙肝的疫苗 解查结果1、3、5阳性 这说明什么呢 这呀就是人们常说的大三阳 表面抗原阳性说明体内有病毒 抗原阳性说明病毒在复制 抗HBC阳性说明患者具有传染性 所以这样的患者需要进行规范的治疗 1、4、5阳性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小三阳 患者呀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 而且机体对乙型肝炎病毒的 抗原产生了部分的免疫力 病情相对于大三阳来说 趋于缓和 而且乙肝病毒的水平在降低 传染性也相对来说在减弱 总结起来就是体内有病毒 复制得到了控制 而且传染性比较低 大家答对了吗 我们来看这个结果 五项全婴 这说明啊 患者没有发生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 体内也没有针对乙肝病毒的免疫力 所以是乙型肝炎病毒的一感人群 我们建议应当进行乙肝疫苗的接种 那么这个检查结果 以及这个检查结果能说明什么呢 患者现在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留给大家进行课后思考 好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 乙肝俩对败检查结果的解析 现在我们一起来归纳小结一下吧 S组 表面组 它们代表着什么呢 对了 它们代表着体内有无病毒感染 而乙组呢 它们代表着什么呢 是了 它们表示体内有无病毒的复制 而C组的抗体存在 既表示病毒的存在 传染性的高低可以通过去检测 Igm型抗体和IgG型的抗体来进行确定 慢性乙型肝炎 目前没有完全根治的办法 所以如同高血压 糖尿病一样 需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但是乙肝并不可怕 因为它们只能够通过血液 母婴和性接触 以及密切的生活接触 才能够进行传播 而共进餐 拥抱 握手等等 这些社会性交往是不会传播乙肝的 所以啊 大家也不要谈乙肝色变 歧视乙肝感染者 面对疾病 乙肝感染者要放松自己的心情 保持有规律的生活 克服不良的生活习惯 就能够延缓病情的恶化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